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刚 有一阵子没录影片 那最近其实是蛮忙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点想不到要讲什么 那我这边开了一个Gmail 如果你之后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可以投稿上来 那我觉得这东西可以拍教学的话 会这样拍出来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 那我把这个PP文字把它分成五个等级 那不是说什么一是最烂 不要用什么的 那我是以复杂程度来做分级的 每个等级都有它的不同用法 我会同时在讲这个制作思路的时候 然后我会顺便讲一下 我自己使用的一些时机 OK好那我马上直接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 我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都不动就这样直接切歌词 这样硬卡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 也是做效率最快的 那这东西我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其实要嘛这个可能对方要求不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我的画面 我想要比较体现出画面的感觉 然后字的话 我就不会想要把它做太多动态 就是在旁边看一下 然后歌词是这样 就是做一个简单提供歌词资讯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二个 好那等级是什么呢 就是开始有一些参数变动 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画面 它有这个位移 已经开始有在这种位移的移动 然后再的话就是这个 有这样缩放的动画 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单一点 旋转 再的话就是透明 那这些东西的话 主要的话就是 让你的东西有一点动态 不会说到太复杂 我们可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场景 主要的画面可能是在你的曲会 然后排版上面 就是字其实没有到特别显眼 要那么抢眼的话 那其实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文字过渡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OK好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点 但其实也没有说到特别多 好第二个就是比较复数的参数变化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动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它往上之外它还有一个旋转的动作 对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同时做两个动作 位移跟旋转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好这个可能有点比较不明显 我们从这个胶这个字往上看 第一个是胶 好不见了 然后呢再缩小 好它在缩小的时候 它会先闪一下 就是透明度会消失一下 那当然很短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视觉效果稍微好一点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把比较多的一些参数 就是缩放加透明 就是当然可以加更多 你也可以再加个什么旋转的位置之类的 就是这四个属性 你就自己玩排列组了 那可以玩出比较多的花样 这边只是做一个示范 那再的话就是这个 你可以配合特效 像第一个的话我是用这个颜色 改一下颜色 好再画是这个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复制一层 然后做这个 改个混合模式做残影 就是除了你这些位移缩放之外 然后你可以再添加一些 这种特效之类的 然后让你的画面可以就是没那么单调 那我觉得目前前三个应该你就可以应付到整个 可能PV制作大概 我可以大概讲八成吧 大概八成应该都用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大概我觉得是比较基础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我来讲四跟五 四跟五会稍微比较进阶一点 没关系 我们就加减听吧 我相信应该这边都很聪明的 应该都听得太懂 好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单个参数有多重的变化 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慢慢看 我们从一个字一个字看 很快的 好我们先从这个胶这个字开看 好你会发现你给你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什么 好看到什么 来看一下这再看一次 好他会先下再往右 他这个时候有两个动作 让整个动态会更丰富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他是这样 缩放 然后旋转 然后再往上 这也是两 这算三个动作 缩放 旋转 向上 反正就是他有很多个动作 然后在同时进行 好那假设如果我们所有东西 全部都有这样两个动作以上呢 他就会长这样 有没有感觉就是他的动态会变得非常丰富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 思路 就是技巧 好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两个图层 两边的图层 第一边的话是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第二边的话是比较小一点 那这边大的话 他你会说哎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而已 并没有我这边的话你我们随便点个图层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这边有一条线代表一件事 他 他是有在做一个位移的 有没有 他是有一个位移 对他不单单只是一个缩放而已 他还有他前面前段还有一个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位移 然后第二个是缩放 好可以看一下 就是多了变成两个动作以上的话 他的画面会比较丰富一点 好那其实我觉得大概会这个就 这个也算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效果 就是如果对方想要可能画面或文字再丰富一点 你就可以这样想 好那接下来到第五个 第五个我觉得实用度没有到特别大 但是他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制作思路 其实好像也不太能说复杂 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 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设置上面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专员在什么 耳批文字上面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稍微研究一下 好那我这边的话做了一个范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边第五个是写什么 就是文字堆叠跟延迟还有交互动作 好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 我这边有做很多标记 这个主要是方便让大家看一下 这边每个字都是代表说 他的歌词唱到哪里 我一般来说我们制作MV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唱到哪里 他给的歌词就只会出现那个东西 像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里嘛 对不对 里的话应该是这一个 这种 这个里 那同时呢 这边又出现了其他的东西 然后一些这个其他的字 然后呢甚至这两个 这两个教科 他没有到什么书这边就退场 我还有 我有把它给往后拉 拉到再多讲两个字 然后再让他退场 让这个图成往后 然后呢让后面的可以有点交棒 就有点画面都衔接在一起 而不会就是断掉 他会在这边的人可能已经正式出场完后 然后这边再退场 然后呢再补一个人上面进来 让整个画面都出现两三个图成以上 然后这样一直接棒接棒接棒 一直往前 像这个这个 这个no吧 no的话它应该其实是在后面 但我也把它往前 你看这边有个no 放大 然后放这样缩键 对就是我们让我们既然让每一个图成可能都往前 然后往后 然后呢把那个整个duration就是怎么讲 间隔还是说持续时间把它拉长 对那这样的话整个看过去的话就画面会比较很丰富 几乎无时无刻就至少两三个字在跑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要做那种文字PP的话 我觉得可以钻研的一点 就是专攻文字的部分 如何让画面就是只有文字的时候不会太无聊 这个我真的不擅长 对所以这个做得很烂 OK我自己知道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先讲到这边 今天的话比较偏是思路的方面 所以我就没有太做太多实操的部份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找时间我再来弄一个 看看是在twitch开台弄还是什么的 OK好 好那还有问题的话你就在那个dmail上面的话 你就记个投稿 别记一些奇怪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